那今天神跟大家讲的是一个 叫做一谈人生 真的透过了这一次的疫情 我本身就中了这个COVID-19 并且是在非常危机里面 从这里面来思考人生 神真的是陪伴我 带领我走过的死因的幽谷 Hallelujah 在人生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有价值 我记得我有个牧师的朋友 他就告诉我说 什么怎么样才知道一个人有价值呢 他就告诉我说 当那个人的追思礼拜 我们去铲鱼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有没有价值 我当时我是完全赞同的 因为他讲的这句话我开始想起了 我想起了我一些朋友 以前是大老板 以前是黑色味道什么 但是在他的账礼里面 真正哭泣的就是他的家属几个 然后背后有些人是怎么样 以前我们是很猖狂的 我们那个年代的话 就是如果有一些商礼的话 就有人在那边开牌酒 赌博 谈的都是跟当事人无关的 我们看不见那个人的价值 我还记得 有一次我去参加了 一个基督徒的葬礼 他是德胜之家的创办人 叫做莫少兰 所以当时马来西亚的政治是 非常很大的冲突 马华跟那个火箭党 拼得你死我活 但是在那个账礼里面 我看见了马华的代表 我也看见了行动党的代表 我看见了满满的人 真的在账礼里面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真的是 那个人的价值 跟受人家的尊重 有一次我也是在参加一个葬礼 我那个朋友以前是吸毒的 没有人纪念他的 但是他的葬礼 竟然是在一个千人教会里面主办 并且牧师让教会来放那个棺木 抱得满满的 排队上去讲见真的 哇 是要用来抢的 真的 在葬礼里面 我们看见了一个人的价值 也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 在葬礼里面两句话 如果一个人活得 值不值得 他死的时候 他敢讲这句话 我死而无憾 或者他死了以后 真的名流千古 这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可能你说牧师 哪里有人死于武汉的 每个人死的都是 觉得还有很多还没做 还有很多没做了 真的当了基督徒以后 我参加过不少葬礼 真的是死而无憾 包括了我的妈妈 我怎么讲呢 因为我妈妈在临终前 讲了一句话 她说 如果上帝要救我 那我就到处去讲见证 那如果上帝不救我的话 没有关系 我已经赚到了 因为上帝把我那些 不会回家的孩子 一个一个欢醒来 他们会回家了 所以无论是什么绝技 我都觉得 跟随上帝的旨意 这个叫死而无憾 在基督徒的章里里面 你常常会看到 名流千古 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一个价值 我还记得 有一天我就是 跑错路了 经过了那个坟场 那坟场里面 我看到了 灵连遇的那个墓碑 里面写了两个字 这两个字就名流千古了 这两个字写什么 写族魂 华族的灵魂 因为他是为华教去争斗 然后连身份证 连功名权 全部被摸索 人生活着 真的最高的价值 就是死无遗憾 或名流千古吗 还是会有更好的价值 那我之前我认为 这两件事情 真的很重要 只有在章里里面 我们见得到 但是经过了这次的疫情 我有不同的看法 在7月8号 我卵疫了 我9号我要打那个vaccine 但是8号那天 我有发烧 我吃了药退烧 他们讲 如果是真的 卵上那个新冠病毒 是不能够去打针的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去做那个检验 结果真的卵上了新冠病毒 我的朋友就告诉我 很简单的了 发发烧 吃吃退烧药 没什么大问题的了 那并且跟我讲了一句话 那牧师打电话来按微博 告诉我说 这个病很简单 吃了要越好的就越好 越不好的就越糟糕 因为他也是从病毒里面出来 所以我就讲 没事的啦 没事的啦 我也很盛盛的说 那可能也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我哪里知道 他到底会不会严重 但是后来 忽然间有一天 我就想起了 有一个弟兄 在网络里面 他去卖那个叫做 零食的那个氧气 我想想看 不好了 因为我们家里 我染上了以后 然后叫我的孩子 太太去验 他们也 他们也染上了 我的女儿 Irola 她也是染上了 我想想看 不好了 买一点来放在家里了 我及时去买了这个东西 我及时去买了这个 这个是那个零食氧气的 那这个零食氧气 到底怎样用什么 我也不懂 哎呀 反正买来放住吧 哎 那你知道 在12号的那一天 13号的那一天 13号的那一天 我突然间 那个血氧 一下子往下跌 一直跌 一直跌 跌到70多 我就觉得不对路了 呼吸有点困难了 我想起了有这个东西 我马上就把它拆开来 拿来用 你知道吗 我拿来用 果然是可以用 我零食是可以用的 不过它是很短暂的 它只是 大概是5分钟 10分钟 一直就没有了 去换第二只 因为我买了 一挡 你知道吗 哇 去顶住顶住顶住 直到ambulance来 所以我相信神也给我一种保守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 人家家里都没有想到这个了 并且只有5分钟 10分钟 到底有没有好处 所以这个 有没有救到我的命 我不懂 但是就刚好连接到 当那个救护车来的时候 我就刚刚好连接到 那就没有事了 我去进了医院了 那医院名我就把它盖住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的情况 等一下我告诉你一些情况 7月13号我入院 这是我入院的样子 我用的氧气是很少 大概是3到5个L 3个5个L就是用这样的 放在壁纸上 这样就可以了 不过很快的15号就不行了 15号我必须要用这样盖住的 盖住的是5到10个L的氧气 你知道吗 我的氧气就开始很严重了 我在这个医院里面 我才发觉到 真的 我们整个马来西亚的 这个疫情里面 在那一段紧张时期 是不够的 医药设备是不够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4个氧气出口 不过是6个人用的 就是2个氧气出口 跟3个一起在用人 你知道吗 我就开始发觉到 这个地方住下去 你说好不好住 你会发觉到 是有一点的紧张 为什么紧张呢 每一天 你都会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会看到 有人 他就离开了这个世上 每一天你都看得到的 他是每一天看得到的 你知道吗 那么 住了几天过后 这是看到的比较刺激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被送出去的 就在我的隔壁 在我的隔壁 我就发觉了一件事情 我发觉一件事情 现在医院已经爆满到一个设备 它有ICU 但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你突然 你的那个 那个降下来的时候 那个氧气降下来的时候 到底 来不来得及进ICU 啊 我看到我隔壁的是来不及 根本没有抢救的机会 他就离开了 我突然间 我就想到了 这个医院目前 遇到了这个问题 ICU 可能它爆满了 我看不见 因为ICU在上面 我看不到 可能排不到了 但是我所看到的现实情况就是 根本很多 根本没有机会做急救 我就觉得 有危机 我拨了一个电话 给我的太太 我就跟她讲 想办法跟我换医院 打电话 跟我换医院 我就做了这个要求 但是第二天 我的姐姐 拨了个电话给我 她说 弟弟 现在你要换医院 你有钱都换不到 因为私人医院都爆满 根本没有的好换 我发觉到我的那个氧气 他供给我的是不足够的 下期还有很多气喘的 我问那个医生 医生讲 基本上氧气是足够的 但是后来 这个是我不知道 后来我回到家 我才知道 那个医生 其中一个医生是基督徒 也是我们认识的 他就跟师母讲 因为他在我面前 他没有讲 他告诉我说 他告诉师母说 原来 不是氧气不够 是我的肺部 吸取不到那个氧气 所以这是一个 极度危机的时间 我心里面想 再不换氧气的话 再不换医院的话 这真的是危机 不过感谢主 在患难中 我依然是有平安 我还是有平安 我当时还是有平安 不过我知道 从眼里面去看 我发觉到这是一个危机 所以感谢主 原来那一天 我太太竟然发动了 七二十四祷告 为牧师 师母发起了 为牧师七天 二十四小时的祷告 那么当他发动洗了以后 他说他从来 没有做过这个事情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第二天 Alan弟兄 刚好Alan弟兄 今天有来 又 send了一个message 给师母说 七二十四的小时的祷告 我师母非常的兴奋 他讲说 这有神的印证 有神的印证 所以就马上 send了给 去我们的领袖group里面 所以也编排了 二十四个小时 不同的小组长 所以大家都很紧张 突然间来的 哇 就写了很多稿 怎样怎样 怎样来为牧师祷告 所以十九号祷告的一天 那结果也没有什么的改变 但是到了第二天 当师母去寻求 一些属灵长辈的时候 最后得到的一个决策 就是我们要用灵力祷告 我们用方言祷告 我们只是敬拜跟祷告 寻求上帝 不用什么特别的词 换了一个模式来祷告 二十号祷告 二十一号 奇迹出现 二十一号 我姐姐 把我那个问题 想换医院的问题 也放在了很多的一些group 其中在一个牧师的group里面 我们卡将神召会的牧师 那么他有一个会友 是在UPM的 他就讲说 他有办法把我换院 转去医院 感谢主 二十号祷告 二十一号 我进了UPM UPM医院 所以我很感恩 刚好来得及 我为什么特别给你看UPM的图 我在 刚才给你看的 那个 在之前的第一间医院的时候 我的氧气 最后是用到 五L 但是我去到UPM的时候 换了五十L的 那个氧气 基本上 那个之前的医院 是没有这个设备的 没有五十个L 只有这个医院 不是只有这个医院 这个医院有 那过了两天 他就转回三十 基本上三十到五十L的 就是我的肺部 腹部腹息的话 他已经砰进去了 创进去了 你明白吗 只要你带上去的话 那你叫做自然腹息了 因为他太强了 太强了 所以在那个日子里面 我也发觉到 自己 好像很能动了 你知道吗 因为里面的氧气很足够 我进去第一间医院的时候 我看着自己越来越弱 刚刚到的时候 我要上厕所 我只要把氧气拆了 快快冲进厕所 小便的冲回出来 放回去就可以了 但是不到两天 氧气不能离开 不能离开 越来越弱 那到了用五L的时候 也是不能什么活动 但是在这里 换了五十个L 后来降到三十个L 整个人马上不一样 因为没有确计 不敢怎么讲 不过你可以想象 如果是需要用到 那么大的那个氧气 我还保留在 只能够提供给我 五到八个L 的那个医院里面 你认为我还能够活吗 我相信不换医院的话 能够生存的机会是很低 第一 来不及去ICU 后来 我的太太才告诉我 那第一个医院不是没有ICU 不是没有紧急 而是ICU爆满 排队 等着随时可能进ICU的人 太多 而我们没有马上等着的 在楼下 并且那个医生也讲 我也等着随时会插管 就是随时会进ICU 但是最后的决定 会不会就是 像我们在报章上所看到的 先让年轻的 没有附属病的人 他们是优先 就是你没有三高的 你就优先 你年轻的就优先 那我五十多岁 又有糖尿病 那到底真的发生什么状况 能不能够做急救呢 我相信那个机会是很渺茫 所以感恩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祷告是有能力的 当我们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 那是有更大的能力的 我竟然 在不可能转医院的情况之下 我转到了UBM 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 极大的恩典 那进入了UBM 你问我有没有想到 在整个这么危险的情况之下 你会不会回天家 你对回天家 有没有一些想到 当然会有 但是我在那边的时候 我反而很平安 这真的是在 苦难当中有平安 反而我现在平静下来的时候 我不是不平安 我会去想到 所以那天晚上 我开始在想 我真的回天家了 怎么样 我觉得回了天家 那就撇下了地上的老虎嘛 对不对 那就算了嘛 也有想过 上帝如果让我回天家 他一定会照顾我的太太 跟我的女儿 会有的话 他也会派人来 但是老实讲 想是这么想 你问我内心里面舍不舍得 我完全不舍得 我不舍得我的太太 我不舍得我的女儿 我也不舍得 跟我一起 攻堆过这么多的艰难 经历过这么多的 这些神迹 的这一群会友 老实说 我真的 不舍得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突然间又想到 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竟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那些为我祷告的 有来自非洲的义美牧师 有美加的 那个 火水 火水教会神教会 他们那一群人 有香港的杨天人牧师 他们的 台湾的杨天人牧师的祷告团 有新加坡的好多间的牧师教会 也有澳洲的 澳洲其中一个老年人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样去认识他 我都忘记了 他就打电话来 特别来为我祷告 他就跟我讲 我是来自澳洲 我现在七十多岁了 但是牧师 我却有这个感动 要为你祷告 来自印尼的 来自中国的 来自其他其他地方的 我这个人是谁 有一天晚上 台湾的名牧师 张猫松牧师 突然间有拨个电话来 亲自来为我祷告 我心里在想 我是什么人 我一个生病 既然有来自全世界 有那么多 后来我才发觉到 很多教会的机构 团企 跟整个教会 一些跟我比较要好的教会 都整个教会 来为我祷告 我这个人的生命 真的是如此重要吗 如此被看重吗 在教会里面 后来我才发觉到 我的太太告诉我 我们竟然 有一些姐妹 为了牧师进医院祷告 她跪在地上 她跟我太太讲 跪到脚踵了 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 姐妹告诉我 我从来没有看过我老公 为一个男人祷告 会祷告到流泪的 我真的很感动 我心里在想 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那为什么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些的待遇 我换去UPM的时候 UPM是一个班师人医院 班师人医院基本上是要付费的 还没有进去 黄雅哥牧师就打电话来说 你在医药费上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这里有很多弟兄 要替你去付医药费 从海外的 播了个电话给我太太讲 我们有预备了一笔钱 是帮助你们家庭 帮助你们医药费的 后来很感恩 因为在COVID期间 UPM是只要你是中COVID的 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 谢谢你们的心意 就不需要医药费了 因为这段时间 政府有一个特别的优惠 就是甚至你进这个 办事人的医院 它是完全免费的 哈利路亚 我心里在想 我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为什么会这么多人 来为我祷告 这么多人来关心 这么多人来为我 家里的需要各方面来祷告 我在这段时期 昨天Peter Young来我的家 我给他看一看 我家里所收到的保健病 他看了他也吓到一跳 因为一般上 如果你生病了 人家送保健病给你 可能送一盒 送两盒 对不对 我家里有很多是一响 一响一响 所以Peter Young就跟我讲 你吃到今年年底 你都吃不完了 真的吃不完 那种的关心 那种的关怀 每一天收到的那些的电话 我还记得 当我知道我的那个气喘的时候 就是那个血氧很低的时候 同一个视频 就是如果你有看过那个视频 有一个中国的 那个讲我们中医的 就是叫你这样敲 然后 那个 我收了多少个我都不懂 收到我有点不耐烦 虽然这些人全部都对我 真的是叫做用心良苦 但是我真的收到有点不耐烦 你明白没有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他们都对我好 但是你知不知道在那个医院 当你很缺氧的情况 你是怎么样的 你很缺氧的情况 我们讲粗俗一点 你连小便都会气喘 你明白吗 大小都会气喘 哪里还可能做上来这样 连做也做不上来 哪里可能做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完全做不到的 你明白吗 但是却很感动 却很感动 我心里在想 如果没有遇到上帝 我算是个怎么样的人 我只不过是一个赌徒 我只不过是一个捞偏人 我只是一个 没有人想纪念的人 没有人是想纪念一个老千 没有人想纪念一个 挖座摇头挖座 没有人想去纪念他的 如果没有遇到上帝 我的人生会这么精彩吗 所以我就想为那个牧师讲的 你的人生价值 就是你死的时候 人家到底是怎么样来 纪念你 我不敢想象 如果没有遇到耶稣 没有遇到上帝 人家是怎么样来纪念你 我当时我就开始流泪 我开始感恩 我开始明白了 圣经里面讲说 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 他竟然说可以常常喜乐 凡事可以感恩 我当天在那个情况里面 我真的流泪 流泪不是说真的死了怎么办 流泪是充满着感恩 流泪的是 我遇上了耶稣 真的那一刻 真的离开了 我在地上已经得到百倍了 真的得到百倍了 我相信真的离开 也有人会为我的太太 我的家里 准备了一半生活费 我是何许人 我配吗 我值得吗 你说牧师 我跟一个外邦人讲这个故事 希望他信主 他告诉我 没有啊 你后期做了很多 做了很多 做了很多 你是值得的 因为他也有支持我们戒毒工作 我坦白告诉你 如果不是圣灵动工 我能吗 我做得到吗 圣经里面记载说 彼得被圣灵充满 讲一场道很扎心 三千个人信主 你认为是彼得厉害 还是圣灵动工 我告诉你是圣灵动工 这几年里面 阶读会的开拓 教会的开拓 不是我厉害 是我愿意去做圣灵动工 不过focus 功劳却在我的身上了 那个叫上帝的恩典 我终于明白 圣经讲说 今生得百倍 我很感恩 真的是今生得百倍 如果没有 遇到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 这一个的困难 我不懂我的价值在哪里 但是这一次的生日 给我看见了 不同的一个人生观 人生很大的意义 就是当你遇见耶稣 我很感恩 我遇见了耶稣 哈利路亚 真的 真的离开了 死无遗憾 真的死无遗憾 名流千古 真的是名流千古 因为有决度会 因为有教会 但这是真正的一个生命的价值吗 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突然间 当然是晚上 所以我是在迷迷糊糊当中 好像上帝开始在跟我对话 上帝跟我讲 这个章里要怎么做 这个章里到底要怎么做 好 我想突然间有一点点的兴趣 唱一首歌 唱一段给大家听 好不好 很简单的 现在没有什么气 不懂唱得怎么样 不过我觉得 这首歌是蛮好的 我今日成了 河灯的人 一切都是上帝的恩 只有上帝能知道 我的感恩有多深 曾经追逐世界掌声 曾经追随虚空脚跟 外表让人多羡慕 内心痛苦多深沉 他的爱是我重生 我喜乐向前资本 因为上帝已改变 我的人生剧欲本 如果没有遇到上帝 我人生下半场的 那个剧本是怎么样 到底是被警察抓了 在监狱里面 还是很潦倒 还是都很幸运的过了 然后继续再过 追生梦死的生活呢 真的 遇见上帝 他改变了我的人生剧本 所以这个时候 我还在想 如果真的回天家的 追思礼拜该怎么处理 我可以基隆坡大复兴 做一场 从中里面做 然后兵权的 李美名牧师 哇 他们这组现在做得那么好 做一场 那个福龙做一场 新加坡都做一场 可能做个两三场 哇 这个坚振 我之前就陷入了一段 刚才我谁讲的那一段 死无忧患的那一段 我相信我感动很多人 我相信 即便是在网络 也会轰轰烈烈 名流千古 但是 又什么样呢 结果又如何呢 真的 神开始告诉我说 如果真的那么做 刚才得着全部荣耀 地上得着的百倍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地上的荣耀 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小心 不要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给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 就不能得到你们天赋的奖赏 也就是说 若你在地上得到的 所有的掌声 所有的奖赏的以后 在天上 你要跟我拿什么了 你该拿的都已经拿了 你该得的荣耀 得的赞赏 得的掌声都拿了 在天上你要拿什么呢 我才察觉到 原来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人生最大的那个价值 不在地上 不是地上的荣耀 不是你做了多少 不是你多文明 不是你开了多少个教会 不是你帮助了多少个人 而基督徒 你最大的一个奖赏是 当你见耶稣的时候 什么是天上的奖赏 传道书告诉我们说 这些事情都已听过了 什么什么事情 好的是坏的事都通过了 但是总议 最后就是你要敬畏神 遵守他的诫命 你这一生能是否敬畏神 是否遵守他的生命 因为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连隐瞒的 无论是三是恶的 神都必审问 也就是说 你要拿分数 你要来到基督的面前 神开始跟我对话 神告诉我说 你要太太 我给了你太太 你满意吗 我讲满意 那请问一下 你负上的责任吗 你做好的上帝 丈夫的所有的责任吗 两人沉默一体 你引领他 他完整吗 我心里在想 如果我真的离去了 留下了两个女儿 我还没有教得好 物质 革命也还没有弄好 很多事情要太太来负担 我好像 没有留下好的给他 只有留下了一些的 烂摊子给他 哇 这个东西 上帝问我能不能够拿分数 我不敢跟他讲 我两个女儿 我很爱他 不过后来我想想看 我不是爱他们 我宠他们可能多一点点 小的时候 大女儿可能 哇 会被那个 主打文会这样那样 但是长大了 好像慢慢的 离开了一点 我好像还没做到 神所说的 教导你的儿女 好让他们一世 也不偏离道路 我还没有做好 做一个爸爸的责任 上帝开始 让我看到 教会里面 好几个 我们教会里面 好几个 都好像孤儿一般的孩子 我还知道 我们的Nikki传道 14岁的那一年 去到那个船上 看到我在讲见证 神机福就告诉他说 这个就是你属灵爸爸 因为他爸爸很早就离开了 过了几年以后 他在意上我 来了我们教会 后来成为了传道 神问我 你没有让他感受到 属灵爸爸的爱 我开始不明白 神要告诉我什么 他开始一直在跟我讲 父爱 父爱 后来他再问我 你起初 在做这个借赌的时候 你是拿着什么信念 赌徒到底怎么能够改变 我常常就会 开玩笑的这么讲 但是我确实这么做 我说帮助赌徒 只有一种方法 没有别的方法 那个方法 就是让他感受到爱 再不行了 爱到他行 爱到他怕 这就是起初 我们做借赌的 那一个方向 因着感受到爱 我们看见很多人改变了 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 孩子啊 你这个教会 你不需要去外面学 很多很多的 你只需要 坚持一种事情 就是一个 为父的心 让人家感受到 天父的爱 就可以了 这就是这间教会 本来的特质 我发觉到 真的 教会要回复到 天父的爱 原来 我才发觉到 神 他并没有 在乎 灵万星 开了多少个 街度会 教会 怎么发展 这都不是重点 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 神很在乎的是 我们个人 他跟你的关系 我知道了我的问题 我有察觉我的问题 我一直往外学 往外学 学到 甚至把祷告的时间 缩短这样那样 我跑的那个脚步 比神还要快了一步 所以 神允许 神允许 神允许这个病毒 在我的身上 莫过要用 用病毒来攻击我 但神却放手 因为神知道 我透过了 这一次的患难 我有很多所学习 我领会了 我领会了什么 叫人生的意义 我与神见面 我知道我活着的根本 所以我大胆地讲一句 在还没有染上病毒之前 你问我 要不要中病毒 神经病 谁想中病毒 当然不要 但是 经过了这个患难以后 你问我说 若这是神的旨意 给你重新再学 你要不要 我会讲这句话了 主啊 愿你的旨意成就 人生若没有经过这一段 我根本不明白 什么叫人生 我那天我很兴奋 我很兴奋 我第二天 我send a message 给所有的人讲 祷告祷告祷告 我明天就要出院 因为我已经遇见神了 神叫我回复这个 去牧羊里的羊 我遇见神的神迹一定出现 因为我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 我应该明天就马上好了 你知道吗 我就讲说 大家祷告 祷告明天出院 我相信神迹 但是到了明天 我没有出院 我的血氧还是不能够上来 你知道吗 我说 应该听完神的话 应该就是出院了 再过了第二天 神开始跟我讲第二件事情 为父的心 下一步你要怎么做 神就告诉我 这个教会 要做严谨的家教 因为这是一个家 我们常常讲说 教会就是一个家 教会就是一个家 什么叫严谨的家教 神就说 我刚刚进院的时候 我在YouTube里面 在做做耶稣亚记 做到了最后的四章 还没做 当然我会继续下去 所以耶稣亚记 我欺负之后 那一个时段里面 是比较熟的了 神也带我去看耶稣亚记 从耶稣亚记的第五章 当他们要过耶诞和的时候 耶稣亚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自节 因为我们过耶诞和的时候 是抬着夜归过去的 为什么要自节 因为神是圣洁的 如果你要与神同行 你必须要圣洁 所以耶稣亚交代 每一个人都要自节 然后我们一起过 去告诉他们 Let's go 你要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好了 过了越丹河 过了越丹河 到了吉甲 吉甲的意思就是 那些以前在 那个 旷野里面的那些不好的 全部滚出去 那么到了吉甲的时候 他们下一步就是要打 那个耶利哥城 打仗要来了 这个时候 耶稣亚告诉他们说 你们全部都要行隔离 哇 也没有搞错 这个时候行隔离 多危险 你知道吗 行了隔离第三天 大家在痛的时候 那耶利哥城的人冲下来 那怎么样 每个都死光 他们也有这种故事经历 因为在事件的时候 西美跟利未就是这样 把事件的人杀死 所以我告诉你 这是冒险的 这是命都没有的 但是还是要自洁 还是要行隔离 为什么呢 因为神知道 耶利哥城里面 文明的东西很多 人的头脑想法的东西很多 美女很多 奸引的事很多 钱财很多 什么东西都很多 所以当这群人 如果不能自洁的话 不能够寻求圣洁的话 不能够依照上帝的规则的话 他们到了耶利哥城以后 全部倒到完 跟基督徒一模一样 基督徒如果今天 你没有办法100%相信主 你没有办法追求圣洁的话 你什么都没有办法的话 到最后你回到世界里面 你说神祝福你发财 我告诉你 你一发财你去有小三 你说神告诉你 什么我告诉你 你一大堆的问题 后面就跟着来 你的骄傲开始来 奸引也开始来 犯罪也开始来 原来是这样的 为什么家教那么重要 原来当这些的根基不稳的时候 你进入了战场的时候 你必死无影 耶稣亚基里面 只有一个人 就是牙肝犯罪了 结果全部都被脱飞 当然 在后来打圣的爱神 后来他们也得到祝福 打耶利哥神的时候 神说 所有东西都要毁掉 主要是为什么 因为神爱他们 因为神爱他们 神在告诉我说 这个教会 要严谨的家教 神就告诉我说 你很爱 很爱这群人 因为你是在这个圈子里面长大的 但是你却宠外了他们 我为什么说宠外了他们 整个教会里面 我们起初的时候 包括了现在 我们很多都是从经济苦难里面出来的 我们很多都是欠债累累的 基本上一个简单的十亿奉献 神祝福我们给为十亿奉献 我们真的有困难 不是不给 是有困难 真的是有困难 因为每个月 所有的薪水都不够开支 还要再给十分之一 怎么给 我鼓励大家给 我还看到我当中的人 他们真的给 本来给一千的 因为遇到这样的情况 给了三百 对我来讲 我非常的满意 因为他不够 他还愿意给三百 这个很够 神的恩典 应该就降临在他的身上 这是我的想法 但是神后来再问回我自己 我自己在经历神的当中 这故事我讲了好多遍 我记得信主不久的时候 我那个月我赚了四千五百块 我的口袋里面剩下五百块 我那天去教会 刚好牧师在讲十亿奉献 哇 讲的我心不动 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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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心里想 如果给了我剩下五十块 我还有大概两个礼拜后 才有收入 我五十块怎么过那两个星期 给还是不给 给有点笨蛋 给有点迷信 但是里面圣灵都吹住 结果奉献到来到我前面的时候 我抽了一张五十 我四百五十块我就丢下去了 那为什么那么有勇气 我坦白讲不是我有勇气 我当时还有那个赌徒心态 反正五百块也不够花 我就赌他一把吧 早上丢了下去 晚上的时候 我香港的朋友叫我去吃饭 我们就去吃饭 吃完饭要走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那个停车场去拿车了 转回头来跑下来跟我讲一声 林弟兄啊 我明天回香港了 我这里还有些马币没有用到 奉献给你好了 放在我的口袋里面 我一算 跑去厕所一算 里面有八百 早上奉献四百五 晚上有八百 我讲神啊 哇你真的是够快 从那一个恩典开始 我对死亿奉献 不管有没有 神都先给 到今天 二十年 从来没有缺乏 原来 神按着我的信心去祝福我 但是今天 我却让 我这里的属灵孩子 你只有三十八千 那就三十八千 你只有二十八千 就二十八千 因着我的怜悯 变成他们不能突破 他们的祝福 所有的东西 就在他那个信心里面 跨不出 这神是真的吗 这神是真的 不是用我们的脑袋里面 想跟我们书本里面去看 而是我们生命里面去经历 我开始 大概来讲一讲 佳教就是 你要活出爱神来的 佳教就是 你要效法基督 南向圣洁 我们现在的社会 哎呀 如果没有同居 没有什么 哪里是什么 哪里有什么 哪里有可以这样的 到最后 很多教会 怕失去会有 很多事情都一个眼盖 一个眼看 不能旅行 不会去说 我记得我起初去教会的时候 如果来的两个年轻人 手拉着手的 牧师传道会跑过去 跟他们讲 差不多的时间 就跟他们讲 你们拍拖多久 什么什么 那更大胆地告诉他们 你们有没有发生性行为 这是神所不学的 但是现在很多的教会 看都看不见 家教不见 神要我们接触圣灵的国子 遵守神的规则法则 因为我们怕失去会有 很多教会盖一个眼 闭一个眼 但是神就告诉我 他很注重 你是否越来越消化耶稣 我开始知道教会要怎么做的 我们教会 开始要严谨家教 严谨家教不是我要约束你 你说牧师 这样不是很不自由 心约束不自由 我坦白地告诉你 马可福音八章三四四节 一是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 舍己 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 这神的要求 神对你有要求 他说你要舍去那个 舍己其实是要你舍去 那个自私自利的想法 到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 我以前在世界都是 你死你的事 我死大件事自私自利的想法 到最后我什么都得不到 当我放弃我自己的想法 跟随耶稣的想法的时候 我精神到百倍 背起十字架 就是有一些你不太愿意的 但是为了主的因果 你愿意 因为我愿意 你愿不愿意 中COVID我不愿意 但是后来我知道 如果中这个COVID 能够改变我的人生 能够让我体会人生 你再问我一次 我说神照你的旨意 原来神教我们所做的一切 到最后是好的 因为他说有天就有天 有地就有地 他不需要你给他什么 一个最快乐的人 不是因为有钱 我们以前以为最快乐的人 就是因为有钱 我就很快乐 应该就是有爱 应该就是最快乐的家庭 就是彼此能够相通 能够沟通 能够谈 能够你支持我 我支持你 不是因为那个家庭有钱 他就快乐了 我这么讲对吗 有钱反而纷争解答 我大胆地说一声 对所爱的人 才会有要求 对不对 你会对你的丈夫要求 你会对你的儿女要求 为什么 因为你爱他们 神爱我们 神对我们有要求 那你跟随神 这条道路的时候 跟随神的要求的时候 你真的进入上帝的丰盛 你会活出你人生的价值 你会今生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哈利云亚 感谢耶稣 原来耶稣最在乎的是 我们个人的生命 比你手上做的东西 手上做的东西 是神已经指定你 你愿意做的话 圣灵会帮助你 但是关于你的生命 决策在于你 神很在乎我的生命 所以我也期待 整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经历 上帝的恩典 都能够 进入真正的丰盛 一百巴仙的相信 一百巴仙的得着 Amen 因着我们的生命 传福音 我告诉你 很多人看着你的生命 他都要信耶稣 因为那是找到真正的人生 Amen 好 我这是我出院的那个单 我简单的告诉你 这里的字我把它放大了 把它放大了 后来我去翻译 因为英文我不太会 这个什么 就是它的意思是 重症肺炎 我出院的时候 Covid好了 不过我的肺部 被感染了 毁坏了 接近75% 所以是非常严重 我记得那天 我跟那个华人医生 在聊天的时候 他用了这句话来跟我讲 你现在可以这样跟我讲话 已经是很好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基本上 遇到这样问题的人 很多都已经不见了 神保守了我的生命 Amen 好 那然后 我那个医生给我的 纸底下是写着 接受我的血氧饱和度 88% Accept我的SPO度 是88个巴仙 我在医院里面 只要离开的氧气 就没有办法超过88 就是在84 85 也就是我的血氧 大概就是到这个位置 但是感谢主 神有恩典 我今天的血氧是97 98 是超越了这个数目 我相信这是神特别的安排 你问我97 98 我就完全OK吗 你现在看到我很OK 我坦白告诉你 暂时还不完全的 因为肺部还没有完全打开 就是如果我做很激烈的运动 我就很快就会气喘 那当然越来越好了 像今天讲了那么久 没有什么坏的反应 还一见过 不需要呼吸 没有气喘 这是神的恩典 哈利路亚 所以很感恩 这是我回去的那个样子 我回家的那天 是我的血氧是83 回到家里还需要用氧气的 出门还要带一个氧气筒出去 那感谢主 在家里是谢谢师母的照顾 还有我岳母特别的照顾 在医院我告诉你 那个日子不好过 为什么不好过 我这么大人第一次穿pampus 然后没有气的时候 又遇上了那个叫做什么 便秘 哇那几天便秘痛苦到 无法形容 你知道吗 并且因为穿pampus 弄到我的那个 皮股也开始 有要烂了 你知道吗 回到家里 全部问题都解决了 感谢主 那真的是经历了苦难 但是比起上帝所受的苦 还算不了什么了 也让我经历 也让我多一点去理解 一些癌症病人 他们的那个痛苦 那这就是 我进医院的时候 78.5kg 那进到医院了以后 你看这个马上变老 66kg 回到家67kg 现在70kg 不过我就不想回到78.5kg了 里路亚 70kg差不多了 真的是看到上帝的恩典 所以最后我就是告诉你 真的 人生最大的意义 就是与主相依 人生最大的价值 与主同行 同行 要同行 同行 要同行 同行 你要认识主耶稣多一点点 Amen 所以最后 从我的人生的经历里面 告诉你 人生最大的价值 就是要认识 就是要认识耶稣的时候 认识耶稣的时候 什么东西是得分的 你约 与主同行 与主同行 人若圣洁 就能够见主的面 你愿意追求圣洁 你愿意遵守神的 所有的旨意 不能减价 现在基督徒最喜欢的叫做减价 你知道什么叫减价吗 哎呀 现在可以的啦 什么时代了 同局罢了吗 甚至有些讲得很好 像我同局 但不发生关系 可能吗 哎呀 没有办法的了 一点点贪污 没办法为了生活了 告诉你 你看不见上帝 你敢敢挑战你的生命 突破你的生命 因为你最大的价值 就是以神面对面的时候 Amen 真的愿神祝福大家 我在这里为大家来 做一个祷告 我们闭上眼睛 父神我感谢你 赞美你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但是我没有害怕 那是因为你与我同在 倘若不是你与我同在 我这个生命 毫无价值可原 但是因着遇见你 我今生得了百倍 我也知道 来世 我会得到永生 我原来你看中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我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生命 每一个人的态度 每一个人的品质 你注重我们的价值 如果你让我这里的每一个家人 都活得有价值 都活得和神信义 都活得能够以神对齐 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突破在生命中的每一个的挑战 谢谢你 不过刚才我从List 这样大概看一看 好像没有看到是吗 好像全部都基督徒是吗 不过没关系 一直漏网之宜也不要 好不好 真的 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 与主相遇 我生命就是这样被改变 那如果现在你在线上 你还没有认识这位耶稣的话 我期待你成为基督徒 我要带你做一个 认识耶稣的祷告 信耶稣的祷告 你闭上你的眼睛 我说一句 跟我说一句 Amen 好不好 Amen Amen 慈爱的天父 我今天 要把我的心敞开 接受你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Amen 我相信 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 带我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 Amen 得着真正的价值 Amen 我愿意相信你 我愿意跟随你 是的 用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好 我们把荣耀的掌声给耶稣 Hallelujah 感谢耶稣 我们当中 你真的刚才有跟我做这个祷告的 你想认识我们更多 想认识耶稣更多的 好不好 你在check room里面 打一个三号好不好 打一个三号 这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 更进 会让你了解更多 如果刚才我做了祷告 你有更多祷告的 你就在check room里面打一个三 好不好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就 会 更进你 让你认识耶稣更多 好 让你也得到 丰盛的生命 Amen Amen Hallelujah 感谢耶稣 好 把这个时间 教会给我们今天的主席 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